咱们上回书说到毛主席给弃本语的文章做了一些修改 其中被弃本语引为归孽的一句 就是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 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 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 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 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咱们就从这句话展开聊聊 确实啊中国人民没有能力去西方杀人放火 但是他们有能力在祖国杀人放火 而且义和团杀人放火的对象真的像毛主席说的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吗 我就说一个啊 1900年7月发生的朱家河惨案 资料来源是凤凰网 朱家河在河北省衡水市井县 当地且康熙年间就开始信天主教 因为生活习惯跟边上的村镇颗粒度对的不是那么奇 就有矛盾 这不是闹义和团了吗 可以干洋鬼子了 那你们这帮信教的中国人就是二鬼子 后来发展啊 凡是用洋货的那都是三鬼子 这朱家河边上有俩义和团师兄 一个叫瞿成江 一个叫牛贵选 这俩人可都是家里趁上百亩地的大地主 要搁土改的时候 全得上戏台上撅着 等无产阶级给他们的拉清单 哎 这会儿哎 居然在某主席的笔下算他妈中国人民了 啊 就这哥俩带着义和团流氓开始围攻朱家河镇 而教民们也建立了防御工事 老百姓打老百姓 菜鸡护卓 谁也没占谁夺的便宜 紧接着就路过了一队清军 这是准备北上秦王抵抗八国联军的 兵头叫陈则林 这时候当地的士绅啊 也是一群地富反怀右分子 就跑到军队去说 子弟兵兄弟们 你们干嘛去啊 陈长官说 我们准备去北京打鬼子 你们呢 都是良善百姓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让踏了实实乐哭乐哭几天 哎 完事就走 放心啊 慈禧老佛爷领导的新时代 绝逼没有什么匪过如书 兵过如毕 都心放肚子里 这帮老地主就说 那是那是 都是人民子弟兵 吃点喝点 正常 我们全河北几百万韭菜 盲食吃干 闲食吃西 还供不起咱们朝廷和诸位老总啊 哎 我们这有一礼丹 您笑纳 都是给弟兄们喝茶的 陈长官心里话说 这么懂事 为什么呀 啊 就说你们是不是有事啊 当地士绅就接着说 是有这么回事 大帅 我们这儿有一窝子汉奸 我操里面藏好几百洋兵啊 现在让我们堵教堂来了 要不然啊 随时可能出来和和咱燕照大帝啊 咱一起给他们家端了得了 这可是奇功一箭 也算大将军您 四刀剑红 搏个头彩 陈长官钱也拿了 好话也听了 一想行吧 搂草打醋子 烧带脚的事 当天晚上就架起大炮来轰 这朱家河镇的教堂 教堂里呢 有俩洋神父 这时候中国的教民就说 当兵的来了 咱也没戏了 两位爷你们目标太大 一旦官兵冲进来 玉石聚焚 没必要 您先撤吧 俩洋人还挺仗 也说不见 上帝给我们机会啊 咱一起和魔鬼作战 成败立顿 未敢逆料 但是啊 上帝在看着我们呢 明天守得住 你们跟着我们俩 在这继续做上帝的孩子 守不住 你们跟着我们俩 去天上继续做上帝的孩子 总之啊 咱们是枪打不飞 弹打不走 死也要死在一块 咱们简短节说啊 一语成谶 第二天清军哄下了教堂 义和团报民 一拥而入 大开杀戒 整个朱家河镇 人人过刀 家家过火 也不用细说了 我之前文革三大屠杀 讲过的故事 在这儿已经预演过一遍 只是陈长官不干了 这是当地所谓的乡山说 卧槽 你大爷的 说好的伏兵呢 啊 龙共就找俩死了的养鬼子 还是神父 那么杀的个全是咱们大清的老百姓 我们五位新军 大清精锐 用刺刀和大炮 对付自己跟着 老百姓 我他妈还是人吗 啊 我是清军 不是他妈八九六四天安门 坦克英雄团 这帮地主老财说 哎 大人大人 您别这么说啊 兴许这帮阳兵躲别的地方了 哎 这周围还有几个教堂的 要不咱们再扫荡一遍 总归能找着 陈长官是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 然后拂袖而去 这就是一场标准的义和团消灭洋教的战斗 义和团联合了满清统治阶级的军队 以及压迫老百姓的地主阶级 共同对信仰天主教的同胞 进行了一场惨无人道的杀戮 战后清点 中国教民罹难两千余人 杨神父两人 这就是毛泽东所谓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这波杀的俩神父是法国人 他们国家离得远 报仇血恨得等 东北闹义和团 烧铁路 把电杆 抢商店砸教堂 杀的可是俄国鬼子 您以为杀完就完了呢 老佛爷宣战了呀 俄罗斯在中国这块 别的地方不好说啊 就在中国 人家是战斗民族 从来不记仇 有仇当时就报 外东北集结重兵 随时准备 离亭扫血 清军跟俄军 在黑龙江对峙的时候 俄罗斯雇用的中国籍水手 又火线便捷 投靠清军 一系列事件之下 俄罗斯人认为 凡是滞留在俄战区的中国人 都是他妈潜在的第五纵队 所以就爆发了海蓝炮惨案 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当然了 到今天 这些都是对小粉红们的父爱如山 回想起这一桩桩一件件 六个字啊 自作孽不可活 再说一段义和团的所作所为 这次是在北京 火烧大是烂 义和团那帮流氓进了北京 和今天小粉红一样啊 带羊字的就得烧 砸苹果点丰田 干的带劲着呢 这么着就瞄上了一家羊药房 其实人家已经改名字叫大药房了 那也不行 谁让你们家的三鬼子卖西药的呀 不知道我们中医中药国之归宝 老佛爷都喜欢 金口预言要求中医药 守正创新 传承发展 你们现在卖这羊鬼子的玩意儿 不是对抗老佛爷 造调我们淳朴善良中国人吗 不行 得烧 边上的老百姓就说了 师兄师兄 您先泄口气啊 不是说不能烧这老德纪大药房 可是您一烧他 火苗子窜起来 拦不住的话 街坊四里 不全殃及驰鱼了吗 大师兄眼一瞪 我什么人啊 烧黄表敬香烟 能请来各路众神仙 别说一把火 就是他们新片导弹 那也是手到擒来 一句话啊 遥遥领先 得没辙 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了 再说 让你们家到华为门店里撅着去 背诵先有华为后有天 不买华为是汉奸 这著名的诗句 咱就话说这大伙啊 说起就起 一瞬间火出风势 封建火卫好家伙 啪啦啦烈焰焚成 等大家伙想秧歌大师兄 赶紧收了神通的时候 哎 这会儿 发现那群义和团流氓 早他妈跑了 结果就是方圆几里地的 繁华盛景 一片火海啊 这是经济损失 义和团在北京还烧过一把大火 火烧汉林月 好家伙 把大清朝的中央党校给点了 别的不说啊 今天小粉红们吹牛逼带动了欧洲科学发展的永乐大典 就在这儿让大师兄们悬点给收光了 还是边让英国大使馆洋鬼子冲进去 抢了几百本出来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还给中国了 要不然今天那帮孙子都不知道拿什么吹牛逼 看看 这是义和团运动带来的文化损失 用综上的历史事实就可以有力地驳斥毛泽东所谓义和团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其实啊就是一场流氓暴动 这种事在中国经常发生 而且连续不断 白连教义和团 红卫兵到今天的小粉红一脉相承 为什么屡禁不绝 因为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底色 反帝反封建谈不上啊 反科学反人类一马登仙 至于毛泽东说洋鬼子到中国来压迫和剥削 中国人民啊 正好我还有一个历史人物可以讲讲 大清朝的海关总帅物司赫德 这一英国人 在大清围观垂四十年 这个海关衙门不仅仅是大清朝唯一清廉的政府机关 甚至是全世界最清廉的海关衙门 在赫德先生的指导下 中国还有了自己的关税系统 以及油电系统 西风东建压制的是中国的专制皇权 打碎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枷锁和桎梏 洋务运动的时候 让中国人睁眼看世界 知道人所以为人 除了三纲五常 还有自由平等 改革开放的时候 让中国人体会到了吃饱穿暖 知道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不只是领袖的炮灰 甚至连双休日都是西方带来的 但是历史的吊诡就是 中国人在享受了西方先进制度 带来的一切优秀结果之后 就开始义无反顾的去追逐和崇拜 那个曾经折磨和摧残他们的主子 并且为他们所有的罪恶涂脂抹粉 结犬废 对于施恩的人却拔刀相想 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 每次看到曙光的时候 总会走向反面 难道真的像老作家巴金所说 我们的思想配得上我们的苦难 希望未来有朝一日 我们也可以深刻的去反思和剖析自己 用毛泽东写给气本语文章里的话说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不可以不讨论清楚啊 行 今儿咱就聊到这儿 希望喜欢的朋友呢 点赞收藏 开启小铃铛 咱们争取啊 经常聊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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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